2017年很快就要过去了 这个就成为历史了 那么我们有一位哲学的先贤 胡氏先生 他说过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一个小姑娘 这个画是诗意的 但可能也是有一些局限的 但我很欣赏这个画 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 比如说2017年 有的人给这个世界是鲜花 有的人给这个世界是炸弹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 是给这个世界鲜花 所以我感谢Sophia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书她刚才讲了 有20个不同的语种所写 背景 但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写这个书 那我是一个musician 是个composer 那么我也写了音乐 上次呢在为大家弹过钢琴 那么他也把我这个曲子的手稿印在里面了 我很excited 为什么 因为对一个composer来说 你如果把一个手稿把它print 把它印出来 publish 那好像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 我不应该享有此荣 但是呢 这个心缘呢 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所以我谢谢他 因为他不容易 那么我给他一个微信里面说过 微信 这个 信缘呢 前一是我儿子 信就是温信 缘就是元旦 所以 谢谢他 带给我们大家快乐 大家这个 迎接我们新的一年 非常高兴地聚在一起 所以我感谢他 也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